作为年轻的80后科研工作者,站在时代的浪尖朝头,他是与龙共舞的人,中分黑直发,依次监询,带装,早晨7点刚过。 几前半个小时到达摄影棚的唐丽梅精神焕发,瞬间令我们将他与最美科技人,年度女性棒让对上了号,曾随蛟龙生前,又随雪龙破冰。 唐丽梅是中国第一位兼具大洋生前和极地科好两相经历的女科学家,她的经历既令人敬佩,也令人羡慕,雪龙带我去南极随雪龙号可考归来三个多月。 唐丽梅队在南极的点滴记忆犹新,早上直升机把我们运到安格斯堡岛上,开始一天的彩阳工作,整个的被大雪覆盖,每走一步都是一个深深的脚印,其实叫脚印已经不合适了,就是一个个雪窝,岛上除了我们,只有企鹅。 根据南极条约的规定,我们必须和它保持15米的距离,但在我们作业的时候,企鹅会为龟跑过来看,非常有趣。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将在安格斯堡岛,开始建设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,唐丽梅的任务是在岛上进行抵制考察和样品采集。 这个岛还有个名字叫南岛岛,人鱼曾有一批极地探险家受困于此,赌过了一个磨难重重重难以言表的冬季,因此而得名。 笨重的企鹅符,低温,茫茫雪人半舍,的格外侧眼的阳光,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极延时标本,是个眼光,力气,打量缺一步的活体。 金色耳环一,SHVR白色V领外套,白色长裤,均为T-A-O-R-A-Y-N,黑色高跟鞋G-E-L-O-X主要靠地质垂桥,要找到新鲜路头的地方,延时形状要有棱有角的最好。 这样才好敲,在雪原上,几米高的小山包爬起来,都有着一呼寻常的难度,雪下是湿滑的碎石,上上下下,举步维艰。 但唐力没觉得机会太难得,所以贪心地想把所有样品都采到,同去的两名男队员,到了下午,有一名已经累得走不动了,我们就把它安排在山脚下,先看着已经采到的几十公斤样品。 然后我和另一名男队员接着爬山,饿了就吃两个蛋黄炭,喝点水,一路爬,一路踩,直到晚上八点多。 今晚温度开始急剧下降,他采带队返回是先月定的集合地点,绿色的苹果屋南极国际避难所,单程直升机返回大本营。 2017年11月8日,执行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任务,得水龙号从上海出发,月两周后穿越翅岛,然后经新西兰前往南极中山站。 这次科考为唐力梅又增加了一个新记录,中国第一位兼聚大洋深潜和集地科考两项经历的女科学家,2018年4月21日,许龙号完成任务顺利扮行。 唐力梅也满载而归,采集样品按规定入库。 在接下来的实验室研究中,这些样本将被一片片打磨,研究,从而一一揭开南极南野岛的岩石成岩,构造演化等的神秘面目。 焦龙号上岭,人难忘的六分钟焦龙号科考是公众认识唐力梅的契机,在中国大洋科考史上,他是首位随焦龙号下潜大洋的女科学家,下潜深度位2774米,焦龙号当时前往的西太平洋,下潜是我的研究区域,所以比较顺理成章的就去了。 这个深度在焦龙号上不算特别,我们下潜到哪里是根据科学需求来的,像在马里亚那海沟,下潜到了7062米,我采阳的地区是海山区,通俗的说就是海底山脉的斜坡区,提前三天接到下潜通知,唐力梅兴奋之余,认真地准备着。 根据之前下潜的记录,他发现一直没有采集到新鲜玄武岩,这就成为他的重点任务之一。 我们一组三个人,傅文涛是主驾驶员,然后我和叶聪恩之左右观察窗,一路前行,按视线计划有条不稳的进行。 但是,一直没有发现玄武岩,身前气力空间有限,一个小小的观察窗,很难满足全视角,再加上幽暗的深海环境,是否能寻找到特定的样本? 唐力梅心里也没底,科学研究有事后,也需要幸运女神的加持。 穿上的指令来了,通知身前戏3.8开始上幅,3.24分的时候,一个新鲜的眼红断面,终于出现在唐力梅视野里。 目测观察,断面很坚硬,唐力梅果断决定,抓取。 在驻驾驶的操作下,年试样本顺利采到,根据判断基本可以确定是玄武岩,金色耳环ESHVI白色V领外套,白色厂裤军来,T-A-L-R-E-Y-W-E-N,那天是2013年9月7日,快五年过去了。 唐力梅仍然记得那一刻的满足,从焦龙浩带回来的资料,进入中国大洋药品馆统一馆里,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申请领用。 唐力梅的几项研究都已经完成,有一些成果已经发表出来,比如西太平洋一星海山的行政年代,中国岩石标本已经测到。 焦龙浩并不是唐力梅首次出海,2012年春天,她已随对在西北印度洋和北大西洋进行了约三个多月的科考,从焦龙浩到水龙浩,唐力梅有一个小小的苦恼,每次都会重新运船,我每次出去都会运船,去南极这次尤为严重,因为我们要穿过魔鬼西风带, 所谓魔鬼西风带是在南尾45度到60度附近隐藏年受西风气旋影响,而形成了一段气候恶劣的风浪区域,用重物固定好的行李箱,在房间里滑来滑去,脸盆从盆架上哗啦,一下就掉下来了。 书也从桌子上摔下来,你坐过海盗船吧,就是那个感受,在游乐园坐海盗船,尖叫一会儿就可以落地了。 唐力梅这个海盗船足足坐了一星期,全靠一致力对抗,我们的熟悉科学家跟我们说,不管怎么涂怎么晕,都得一直坚持着,因为第一次如果任输倒下,后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 雪龙浩反程时,唐力梅给一岁多的女儿带回了礼物,是在新西兰买的奶粉和小海盗玩偶,没有石头,南极出了科考标本,其他的岩石是不可以尽量的。 刚回到家时,上厕所的时候女儿都要守在门口,是怕妈妈再离开,直到两个多月后,她才接受妈妈今天只是去上班,晚上就会回来这个事实。 透过岩石看地球科学家的研究工作,总是透着种神秘感,而像唐力梅这样做地质研究的,更是令普通人难以想象。 她在实验室的画风,最基本的工作是把岩石样本的一部分磨成很薄的一片,我们叫它薄片,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结构,构造和矿物组成。 这是基础工作,然后进行搭矿物的电子探浸测式,最后的环节是把岩石破碎,研磨成本末,溶解,在复杂的仪器上做实验。 这样可以分析出它所含有的主要元素,微量元素,根据这些元素的组成特征,我们可以获得深部地漫的信息。 简单的说,就是把坚毅的岩石掰开揉碎,从一片小小的样本去溯源地球的形成,窥探这个星球的奥尼所在。 大量的实验室工作只是获得数据,对于科研来说,这只是起步的基础工作。 阅读大量的专业论文,参加很多的学术交流,听报告,看文献,处理实验数据,写论文,这都是研究工作的内容,以及最伤脑筋的课题申请。 申请课题其实看的是你的idea。 你要有很创新的想法,突破的科研成果,这个课题才能得到支持,这是很难的。 金色单只耳环gidaa暗红色,披肩连移群gidaa艰苦,枯燥,还有补匹配工作量的低收入。 唐力美好不会演年轻科学家的现实生活,但这是她毫不动摇的选择,因为我们可以去到全球。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,从南极到北极,探索很多的位置,只是不能抵抗的美丽。 唐力美讲了一个小故事,刚到南极的时候,冰箱有两只企鹅,特别干净可爱,从水里跃出来,落到冰箱,然后匍匐前进,那个样子很可爱。 后来,我们去帮助新西来修复,他们的科考医基斯科特小屋,在阿呆尔角,那里是阿德利企鹅的聚集地,几千万事叽叽喳喳的,地上还随处可见企鹅的尸体和分辨,我的好感全没有了。 读小学的时候,和所有小朋友一样,唐力美就有一个,我将来了要成为科学家的梦想,从小学开始就想读博士了,而下面这段经历听起来带着点面习的传奇感,虽然她的理想学校一直是就大,但高考时候由于过于紧张,唐力美只考进了一所很普通的二本院校,打四十报考这大心理学专业,由于跨专业,专业课没有过。 就工作了一年,之后辞职考研,最后调剂去了昆明理工大学,读地制工程,读硕士期间,唐力美终于考进这家大学,并且提前一年硕士毕业,到这大工读地制学博士,一路曲曲折折,终于到了巨大,到了自己认为应该在的地方,毕业之后进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工作, 如此一位不走寻常路的科学家,在2018年夏天,受邀在这大研究生毕业生典礼上发言,给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心得,最强调的品质就是自律和执行力,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事情,就坚持把它做好,如果你还没有找到,那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,真正付出了,做好了,它同样会带给你成就感, 要永不延弃,坚持自己想要坚持的,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,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, 本文原载于时尚八杀,九月尚八杀是女人编辑文继文除花军摄影张鸿凯,化妆,发型女陈衣服装造型, 发与扬编辑助理令产地时尚联盟摄影棚。